大家好 歡迎在每週同一時間準時鎖定中國熱評節目 我是主持人景軒 本期節目我們將就習近平自命核心 和索羅斯做空中國來進行討論 今天來到演播室參加討論的是美國智庫家圖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夏一良教授 夏教授您好 好 您好 另一位是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立博士 楊博士您好 您好 主持人 最近中國政壇有地方的官員相繼喊出 習近平是黨中央的領導核心這一口號 這被認為可能是中國政治一個重要的變化 兩位覺得這一現象向大家傳達了一個什麼樣的信息 楊博士您先來 習近平在上臺三年來做了一個很大的事情 做得還算是成功 就是極權 在黨內靠反腐去樹立自己的權威 這個越極權 人民一般的想像就是他會更加放心一些 實際上他越極權越沒有自信 因為他這個體制所決定的這個權力的性質是這樣 而且中國的政治 經濟 社會的狀況 甚至包括外交的狀況都讓他沒有這個放心的那一天 所以呢 他在黨內通過這個可以說是內鬥的辦法 來取得的權力 他自己也很不放心 所以呢 用這種方式實際上是對自己的一種安慰 我覺得就是一種權力集中又不自信的一種表現 再加上十九大就要召開了 十九大召開我們知道是一個小幻見 就是說有些人要走 有些人要進 有些人要上高位 這個大家都在爭奪 所以呢 下面的人都知道他的口味 就是要這樣的個人崇拜 所以紛紛的這樣的表態 我覺得這可能是表現了這麼一個現象吧 所以您的意思是這是習近平自己受益嗎 還是別人阿諭奉承他 這個很難講是不是受益 但是習近平是難辞其咎 因爲什麼他這三年來所展示的就是告訴他我喜歡這個 你既然這個你喜歡當然就有人送 權力在握的人他喜歡什麼就有人送什麼 好 夏教授 首先我們回溯一下這個核心的概念從哪來的 過去毛時代毛自己沒有說過核心 後來是鄧小平他實際掌控了中國的政治最高權力 但是他又不想外界知道 後來趙紫陽跟戈爾巴喬夫會談的時候 披露出來說我們黨實際上還是鄧小平在掌舵 那麼八九六四鎮壓學生之後 有一次那個時候已經指定江澤民為領導人了 但是大家都不服 所以鄧小平專門著急談話 談話的時候說了說 毛那個我們那個時代的領導集體是以毛為核心 這是第一代領導人 現在第二代領導人那就是我是班長以我為核心 那下面是誰核心呢 那就是說江澤民是新的核心 他這樣的話就是鄧小平就清定了江澤民這個核心的地位 所以江呢就以此來制約整個黨控制權力 那麼後來呢當胡錦濤當了最高領導人以後 江還可以在背後制約他 因為他是核心而胡不是 那麼習上來以後呢他就感到很擔憂 因為總有一天說不定換屆的話 權力上是怎麼辦 只要他是核心哪怕他不是最高領導人 他可以再控制可以重新選取接班人 他主要是要了這樣一個目的 所以呢那個江核心現在還雖然苟言殘喘 但是呢這個實際上習已經不甘於再聽命於他 相取而代之 所以就是這麼明顯 另外呢你看到這些領導人在表態 其實這些領導人作為這麼高級的領導人 他們不敢隨便亂說話的 一定是習近平多多少少的已經心造不宣的 讓大家明白了這個含義 然後趕緊表態 而且你注意到中國一個規律 就是哪個地方問題越多罪惡越大 那個地方的領導人傾向於搶先表態 我注意到這次是天津的黃新國書記 首先搶先的表態 天津的爆炸案天津出了那麼多的事 一大堆的髒事爛事 他就表起來比誰都積極 對這個蔣七鄧小平的這個 這個幾代幾代而且核心論 實際上當時他面臨著一個政治危機 就是他廢掉了兩任書記的接班人 黨內受到很多人的這個批評 當然這個外界有很多的評論 他用一個帶的概念 再加上每一帶有個核心的概念 實際上把這一塊就給抹掉了 是這個幫助他解決了當時他的政治危機 像習近平這樣大權在握 但是整個社會又出在一個不安定 一個不正常的狀況下 這個最高領導人他要常常的用這種方法 來測試這個社會測試他的這個部署 是不是他還在有效控制 所以就會發生很多怪的現象 就是說最高層讓你做一些怪的動作 你做了這個就說明他的控制還是有效 這在經濟上是有一個模型的 就是發信號 他這個現在的做法有很多類似文革 您比如說前一段時間 就軍隊領導人紛紛的表態 要這個支持黨中央 像以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看齊 什麼這一類的 那麼這種各軍區主要軍事領導人表態 那就是像文革類似的 幾大八大軍區司令的表態一樣 另外我們還可以看到 他現在一種做法 就是說習近平前一段時間 老是強調要向中央看齊 大家還不知道什麼意思 他還專門強調了政治局要向中央看齊 現在就搞清楚了 那這個說法是不是像這些地方官員說 那個習核心是做一個回應呢 是不是 對呀 這個就是已經很清楚了 跟前面是一脈相承的嘛 另外我們再聯繫到過去 在前蘇聯時期 那個布洛倫夫 他這個人很虛榮 他們不斷地就是通過授意 讓別人給他授勳 那個蘇聯那個獎章很多 後來他的整個衣服 都全部掛滿了勳章 他是這個有史以來 得到這個勳章最多的國家最高領導人 可是有一點我不明白 大家都知道這個習近平執政以來 他一直是在集中自己的這個權力 就像楊博士剛才說的 一直是大權在握 那他有沒有這樣的表態 有沒有習核心這樣一個頭銜 對他來說有什麼不同呢 那當然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個呢 就是說他對權力從來沒有自信 他不放心 所以不放心的時候他就一定要用一些辦法來測試 他是不是有效控制 比如說這個哈維爾曾經講過 一個菜店的這個老闆 把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 有什麼意義和他賣菜沒什麼關係 但是這種怪的行為出來 就說明這個共產黨統治還是有效的 同樣的你認為沒有必要的東西 這些省委書記做了 他就覺得他的統治還是有效的 就不斷地進行測試 所以他這個 而且習近平是非常好這個的 剛才這個葉良也講過 非常好虛榮 要這個個人崇拜 他很想把自己不僅做成一個 這個政府的首腦 而且要做成一個政治權威 而且還做一個思想的導師 一旦你成為政治權威和思想導師了 他不會為政策的這個失敗而負責 比如說經濟出了問題了 這個你不會換導師啊 但你只會換行政首腦 但是他怎麼的努力 大家仍然把他更多的看作是一個政府的首腦 所以為了一些政策的這個失敗 他還要負他的責任 好 夏教授 現在你剛才提到核心和不是核心的差別 那麼核心我剛才已經強調了 就是他不在位了 他仍然能夠控制那個最高領導人 可以廢除那個最高領導人 所以這個就等於是獲得一個垂簾聽證的這樣一個最高權力 所以他這點就是為後來 你像這個蘇聯的普京 後來的是俄羅斯的普京 他要想玩這個權力遊戲 他翻來覆去的 一會當總理 一會當總統 那習近平玩什麼遊戲呢 我想他先成為核心 這是一個重要的伏筆 好 剛才我們提到說 最近一個多月來 習近平的四次講話當中都提到 要向黨中央看齊 這可能是跟這個習核心有一個呼應 那他是不是 這是不是也意味著將來這個習近平專政會更加的愈演愈烈呢 我想是這樣 因為十九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看電 而且十九大 因為現在目前肯定十九大基本上掌控在他的手中 所以誰能上誰能下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十九大呢 而且和他未來能夠做多久 是不是第二屆以後像葉良講的 作為核心還要繼續下去 這個和十九大有直接的關係 十九大能不能夠設一個王儲 一般按照共產黨的規則是要十九大要設王儲 他是不是要設王儲 設什麼樣的王儲 這個從那就可以開始端倪 所以實際上可以從他最近的表態可以看出來 就是說十九大的這種卡位已經越演越烈 所以向中央看齊就是向他看齊 他一個人說了算 什麼中央政治局還不是中央嗎 一般我們印象中中央委員會就是中央了 中央政治局就更加是中央 你中央政治局還要向中央看齊 就向他自己看齊 這裡邊有一個看點就是說過去我們覺得中國的政治 經常人家傳說是上海幫在控制 江派在控制 那是江澤民 曾慶紅這個集團 包括習近平自己能夠成為王儲也是由他們來定的 那現在習就不敢再由他們來繼續決定未來的命運走向 所以要用習核心來替代江核心 江也本來就是行江舊木了 這樣的話就等於從民意上也把他的合法性完全取消了 連曾慶紅的餘熱或者是他的那種能量都給他廢除 所以說完全是由習來掌控 那麼現在他的這個習的心腹 他以前在福建任職 浙江 上海的一些人 他都慢慢要卡到一個重要的位置上 所以他要成為習核心 有利於把這些手下都安插到最重要的位置上 好 那麼下面咱們再來看一下最近被中國官媒吵得很熱的 索羅斯做空中國向中國貨幣宣戰的消息 那麼根據中國媒體報導 有金融巨額稱號的美國投資商索羅斯 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表示 鑒於世界經濟減速 債務負擔 資本外逃等因素 中國經濟硬著陸在所難免 中國將加劇全球通縮 並聲稱自己已經大手筆做空 亞洲貨幣 那麼這個話一出立刻引來中國官方媒體的一致攻擊 讓兩位啊 我想先給大家來解釋一下 到底這個做空是什麼意思呢 做空在股市上來講的話 就是說它不看好 不看好那就拋售 那麼在這個匯市上 那就是說你對這個中國的人民幣不看好 那麼就是相比 而且你購入美元和歐元 這樣的話人民幣你拋售 這樣的話大家看出這樣一個趨勢以後 大家都拋售 人民幣市值上就大幅度貶值 其實這個東西做空不做空不在於哪一兩個投機商 關鍵在於你這個國家的本幣是依靠什麼 一個國家的本幣它之所以被人看好的話 是因為它經濟穩定 它這個國民財富不斷的積累 然後有好的這種預期 大家可能都去願意持有它這種貨幣 反之如果對這個經濟體不看好 覺得這個社會動盪不安潛伏的巨大的危機 然後資本外逃出口和這個外匯減少 然後這個外匯儲備也大幅度的下降 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人家不看好 那這個中國官媒為什麼會反應這麼強烈 他們習慣於一種陰謀論的思維 就是當中國經濟出現大的問題的時候 總是西方反華勢力 或者是某一個大的投機商在後面導彈 索羅斯已經不是第一次被他們當作攻擊的目標了 亞洲金融危機 香港金融風暴 很多次只要有什麼事 包括索羅斯過去曾經支持過轉型的一些國家 支持過一些民主意義人士 所以他們就把索羅斯當作意識形態方面的敵人 也當作破壞中國金融穩定經濟安全的一個敵人 我看了一下索羅斯在達沃斯經濟論壇上的一些回答 和中國的官方媒體所報導的有很大的差距 差別很大 中國的媒體故意把它塑造成一個敵人 實際上他沒有說向中國宣戰 很多中國的官媒說向中國宣戰 他還為中國說了一些好話 在後來你剛才講的那段以後 他說中國還有三萬億的外匯儲備 還有一些行政手段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他現在根本沒有向中國宣戰 現在從這個信息我可能可以解讀出來是什麼呢 中國的官方非常清楚中國的經濟出了很大的問題 他一定要找替罪羊 就像股災 去年股災出來以後一定說 國際上有些大的資金在有意地做空中國的股市造成的 到今天為止抓的全是內部的人 沒有看到一個國際上的一個什麼大鱷在那 要做空中國的股市 我覺得可能它是預先準備 就是中國的經濟可能要出現問題 很可能像索羅斯講的可能有這個硬著陸是不可避免的 這時候他要預備敵人 預備替罪羊 所以盡量把這個他塑造成一個敵人又這樣 一個在股市還是在這個貨幣市場上 做空和做多實際上都是正常的這個市場運作 你有人有意地要做空你 如果你的經濟面基本面不出現這種機會 他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而且尤其想中國這麼大的經濟體 靠一兩個這個這個貨幣炒手 就把你做空將中國搞垮了 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那夏教授您覺得這個中國經濟的漏洞究竟在哪裡 主要是經濟制度跟這個社會政治法治的環境 尤其是最近這三年來習近平的這個倒行逆勢 讓中國經濟尤其是那些私營經濟的企業家 對未來失去了信心 外國投資者對中國也不看好 所以這幾個方面的原因造成了這樣一個大的態勢 好的 時間原因啊 今天的中國熱評到這裡要跟您說再見了 非常感謝兩位嘉賓的參與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週五再見 我們下週六再見 我們下週五再見 我們下週五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